美国西部时间11月16日消息 大型话剧七个萝卜一个坑 将于2024年2月在洛杉矶阿开蒂亚市 4月在洛杉矶尔湾公演 这是大洛杉矶地区文化艺术界的 一件盛事 本话剧的舞台总监 资深电视人Hank 在摩天音乐中心 主持了新闻发布会 台湾综艺一姐方芳 知名演员制作人田平春 东方卫视江苏卫视主持人金波 舞蹈编导健身教练Sanny 节目主持人广告摄影张默 节目制作人张肖 电视剧演员小麦 以及本剧的编剧导演Morgan等 与媒体见面引起极大的关注 舞台总监Hank表示 话剧七个萝卜一个坑 讲述了七个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性格特点的人 住在同一个房子里 六个房客 一个房东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和心事 生活中发生了许多爆笑及疯狂的情节 反映了华人在美国生活的点点滴滴 爆笑的情境感人的对白以及荒诞的讽刺寓意 该剧真实地反映出 华人在美国生活的悲与欢 那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七个萝卜一个坑呢 加演演出啊 之前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上演过 就邀请了就是我左边的那个美美 右边 我右边的美美 还有左边的默默 然后一起参演过 那这次非常荣幸 请到了我们的田平春大哥呢 来参与我们的演出 那田平春大哥呢 还特别引荐了方方老师 来帮我们加持这部戏 那真的非常的荣幸 能够有那么多优秀的演员一起参演 那我们这部戏呢将在2023年呢 春节档期在 2024 2024 那不好意思 重庆检好各位 那我们这一部戏呢 将在2024年呢 在春节档期在洛杉矶演出 那这部戏呢 主要在讲的就是 华人在美国生活的故事 所以其中有很多的酸甜苦辣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或是一些就是不为人知的 一些心酸的背后的故事 所以呢就希望大家能够进剧场 一起来感受这个 我们用喜剧方式呈现的舞台剧 七个萝卜一个坑 大型话剧 七个萝卜一个坑 演员阵容强大 均为千挑百选的一流演员 被誉为台湾综艺一姐 和女丑之王的芳芳 曾在多部电影电视 相声以及综艺短剧单纲演出 能演能唱 擅长模仿 以卓越的表演和主持才华 荣获金钟奖最佳女演员 以及最佳主持人奖 其实人活大佬学大佬嘛 虽然我在这个行当里面已经五十多年了 但是对我来讲这一次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那跟这些年轻的学生们一块 当然还有一个老搭档老朋友 田平春我们田大哥四十多年的交情 吸引我的这个戏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尤其是华人在海外 大家都知道生活挺不容易的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段故事 有酸甜苦辣 但是都为了面子 中国人都好面子 有的时候都不说 但是心里面那份苦 其实这个每一个人自己心里都很清楚 所以借由这样的一个故事 来作为一个表达 同时我们在这个戏里面 田大哥因为是一个大厨 他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中华美食 也借由这个戏 推荐给外国朋友认识 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对外国人来讲它是很可怕的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 它是非常珍贵的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文化上的差异 你没吃不知道吃了吓一跳 原来那么好吃 那么当然了还有一点就是 我自己五十多年以来 也是从一个新人开始的 那么今天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 还能够跟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一块演出 我也是希望把我自己身上 能够有的经验传送给大家 另外也希望从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身上 也吸取一些养分 学一学年轻人现在他们的表演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诠释感情 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一种表演的成功 但是也因为一层不变 可能将来就会退步 所以借由这一次的这个演出 实际上也是一种学习 希望大家都时候有空的话 一块来欣赏我们的七个萝卜一个坑 知名演员和制片人田平春 多才多艺 在两岸三地拥有众多粉丝 作为广播主持人 她的节目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 这次非常荣幸能够参与七个萝卜一个坑的演出 那么这个故事真的是 我相信在美的华人 尤其比较底层一点生活的华人 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都是有血有泪的一个故事 那么七个萝卜一个坑 曾经在五年前在阿基迪亚曾经演出过 那个时候就造成了很大的反响跟轰动 那个时候包括整个洛杉矶地区 尔湾地区 那么都希望我们去参与演出 但是刚好碰到疫情很遗憾 但是经过了这个疫情的这段时间的折服之后呢 我们的导演摩根也是编剧 摩根他整个的精心的改动了这个剧本 调整了很多的部分 那么另外呢还特别就是把方方 这是我们这个红片两岸三地 这个喜剧中的泰斗啊 能够请过来参与这部戏的演出 相信不但能够表达出小市民的心声 表达出海外华人的血泪史 那么更是以喜剧的方式 让大家在笑中有泪 来体悟在美国不容易的生活 那么在2024年过年党的时候 希望大家进到剧场里面 来看看我们这部七个萝卜一个坑 谢谢 MD 耶 准备换一个POSE哈 OK